哈索尔女神讯息 心计传颂门和维度教准 我们在这里与你们一起庆祝,支持你们 因为你们正被来自你们银河家族的强烈而可爱的能量礼物所触发 这份礼物是来自真理和爱的神圣疆域的最高意图 正如你们已经认识到的那样 这些强化的,正被传送到这个维度的能量 是所有人都可以使用的特定传送门户 尤其对那些准备好被激活的人来说 你们可以称,这些能量下载为心计传送门或心门 在这些能量礼物当中,有一个维度间的教准 并且维度之间的帷幕有机会变薄 这也是你们应当存在于喜悦、感恩和赞赏中的时刻 当你们以这些纯净的情绪所产生的高清晰度 有凝聚力的频率来振动的时候,你们就更容易接收 我们提醒你们多喝水是很重要的 也请你们确保你们的物质身体得到良好的营养 安静的休息以及充足的户外活动 这是一个允许正被提供的频率传送 被同化到你们的系统中的机会 我们提醒你们要对被给予的礼物保持开放和接纳的状态 对于由星际传送门和维度教准 带来的这些宇宙能量 每个人的反应和受到的影响都不同 有些人会简单地认为自己得了流感 或者吃了不适合自己的东西 他们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忽视这种反应 有些人会感觉到发生了什么 然而他们的信念体系中没有任何参照点来弄清这个真相 也会有一些人 他们所做的只是抗拒 一旦他们感觉到能量频率 他们所有的防御都会就位 他们将在完全的个人封锁状态中 经历这些能量的潮涌 那些抗拒的人会感到最不舒服 他们的物质身体 情绪 精神和能量身体 会根据最薄弱的点以某种方式把抗拒显化出来 另有许多有觉知并觉醒的人 他们将欢迎这个机会 他们将把这事为馈赠和冒险 同样 根据他们的接受能力 每个人都将以不同的方式体验这种维度较准 这些新闻所提供的馈赠 从一开始就被给予了这个星球 每一次人类的意识都发生了转变 无论那变化是多么微小 多么微妙 我们正在观察 我们正在观察 此时地球居民的头脑中发生的难以置信的进化 和意识扩展 你们可能会说 有一种正在醒来的感觉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每个人都是多维的 这些新闻 星际传送门仅仅是一种馈赠 它将允许那些觉察到自己与星辰有着深厚联系的人类 扩展到他们的宏伟之处和他们的天人之姿 我们意识到 当你们中的许多人坐在电脑前 阅读我们的信息流 看着周围坚实的树木和世界时 一切都在变化 一切都是频率 有一扇敞开的新门的想法 似乎有点像幻想或电影情节 请记住 布置十项只是神性的一个方面 它是全息游戏 现在 我们建议你们站在这个全息游戏中 在舒适和熟悉的物质石像中 允许你们的意识扩展并纳入一种可能性 即有一个通向其他疆域的通道 而你们收到一份去穿过这个通道的邀请 我们也许会说 你们可以跨过 跳舞 跑步 甚至跳跃着通过这些通道 我们请你们沉浮 请你们相信 并有意识地请求和索要你们可能需要的任何帮助 有充满爱的存佑团队 随时准备支持和引导你们和所有其他人进入这场新的冒险 需要记住的是 关键点是你们的意愿和要求 清楚地陈述你们的意图 然后不再抗拒 天界最支持此时正在你们星球上发生的意识转变 他们在这里支持这个频率 你们的生物计算机和DNA数据库中的程序都在被升级 被激活 去庆祝这一点 并且去弄清楚DNA升级对你们意味着什么 留意新的能力 觉知 清晰度 甚至是对宇宙真理的新见解 要对新出现的技能 认知的感觉 连结的感觉及合一的感觉有所觉知 这是在全球层面上发生的 正如所发生的那样 它被反射 被投射到宇宙层面 欢迎这种能量的涌入 欢迎这场维度的校准 欢迎对这种你们和其他人 静默于其中的新频率的敏感性 你们是光的勇士 你们在这里矛定这个新的真相 你们在这里召唤新的和谐人类 你们将见证这些令人惊叹的心门 它们可供人类进入更高的维度 你们一直在等待这个时刻 你们一直在邀请和设想这些事件 这些更高频率的觉知和光是人类以前从未触及的 这场意识的转变将继续在这个星球的所有地区绽放 将有一股创造性表达和实现的浪潮 这将迎接与人类有关的所有失衡的方面的转变 这些强大宇宙时刻的种子将在未来几年继续提供影响人类的升级 这是开端 要意识到你们和人类已经跨过了一个门槛 进入了一个新的 扩展的 统一的意识清晰领域 欢迎这一现实 把你们的祈祷和清晰的意愿 作为种植在所提供的肥沃能量中的光的种子 这些宇宙时刻提供了一个机会 来激活人类所能做到的最好的一切 请记住 你们所做的或表达的 所想的或感受的一切都在影响着人类 影响着你们的整个全息游戏和许多平行宇宙 在所有事情上都要对你们真正的个人力量有所觉知 你们是暂时居住在物质形态中的多维心计存有 给你们自己所需的支持 以便同化和整合真理与光的疆域所给予的礼物 我们一直都与你们同在 我们很爱你们 请保持内心安宁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